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亚马逊Amazon Go无人商店于当地时间22日在西雅图对外营业,消费者进入时需要扫描APP,随后感应器便会追踪顾客动作,拿取的商品将从亚马逊账户扣款,消费者买完东西可以直接走出店外,完全没有收银员。 据CNN报道,Amazon Go贩售生活杂货、冷饮、即时餐店、膳食跳餐包等等,亚马逊于2016年推出无人商店的概念,曾打算在2017年营运,不过被媒体认为所需要的技术比想象中的还要困难。 亚马逊于21日指出目前已无技术问题,过去在测试时期是让员工进入Amazon Go购物,而22日则是首次对大众开放。 亚马逊表示未来可能会拓展更多天Amazon Go,但是公司现在将专注营运这家商店。